这个是汉州东站 它代表了汉州 而且它站得像乌佛 有非常的高可及 这里是布拉提萨拉火车站 它有170年的历史 然后170年不停地 一直给我们丢面子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首都的火车站 虽然是很小的 但是是我们国家最主要的火车站 里面可以看到很多 有意思的事情和东西啊 就是楼梯非常脏 因为有很多剃布塞萨和流浪汉 就坐在这里 然后你也要小心你的包你的东西 因为有很多小偷在 不仅有小偷也有乞丐 我们第二天来的时候 有两个乞丐撒扰我 要我的钱 最离谱的是这里的乞丐 居然卖得起咖啡 之前没有任何人在这里要我的钱 但是一到我肯定在一起过来 你好像是一个walking店吧 我已经有两次被人了五分钟内 你们真的是你们这里的乞丐穿得这么好 还有钱买咖啡 你看到过这么破的火车站吗 二十年前可能有 二十年前 那就是我觉得在中国火车站 你们的骄傲就非常漂亮 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法则 但是在我们刚好想法 就是好像停下来了在一段的时间里面 然后就完全不变 然后越来越落后 这里是火车出发的时间 我们去看看我们的火车 要注意一下就是在欧洲火车经常车到 十分钟到二十分钟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三十分钟以上也是很常见的 我在索法克坐了四次火车 四次车到三十多分钟 你会发现我们火车站完全没有点梯 全部都是楼梯 那我们到了的时候 然后我们拿着四个行李箱 然后就往下往上面爬 真的是累死了我们 对了我突然发现你们的火车 好像完全没有安检那个东西 对啊没有安检 那万一有了那个阿拉胡巴拉克了怎么办 那就完蛋了 然后拿着行李箱就是要往这个 就这里走 看一下这里有火车 我们国家火车站这样子 好这个是最快的火车 这个贵一些但是是切割的 因为我们国家做不了啊 有用的要快的火车 这个通道里面感觉你们这个火车站 是一百多年前造的 不是一百年前是一百七十年前 然后看有多么小 只有五个站台 在杭州站台挺多了 但虽然也是不少了吧 杭州东站没有人少的时候 你要珍惜一下你在这里有座位 在外面的火车站也能坐楼梯 我听 好多了吗大家就在这里等 对啊因为没有座位了就能站着灯 真的太长了 这是我的卡布奇诺 在我们国家有一个说法 就是很多外国人就是到这里的火车站就马上抛过去了 因为真的实在是太婆了 其实火车站是一个地方的名字 比如说在中国火车站是最新最漂亮的部分 但是在这里刚好相反的又乱又很糟糕 所以不要认为我们整个国家有这么婆的 其实也有老的地方 所以朋友们这个视频到这了 然后不要忘记给我点赞 拜拜 你在干嘛呢 海英比挑战 你后面的都是那个吉布塞 你可以用中文介绍一下他们 反正他们听不懂 这个是我们国家一个特殊的名书 有点脏 有点弯 有点不工作 有点弱块和偷东西 如果他们从你身边路过 一定要摸一下你的手机还在不在 对啊 我一直在摸 对 手在口袋里 我也不想看不起他们 但是遇到阿基夫塞人还是要小心 欧洲没有中国安全 这里是我家乡父亲的火车站 今天我要带你们去体验一下 索法克的火车 我们火车是欧洲内最满的火车 要让你们看看 跟中国的高铁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刚刚本来想去厕所 看了一下结果要离给塑物员 那我们火车要来了 可以看到所有人都走在轨道上面 我们一闪吃火车的时候 票员就过来检查票 我们买到有座位的票 但是也可以买到没有座位的 是更便宜的 看不到路地找不到吗 妈妈忘了给你做菜了一次 给我做了两个 你们这边有这么多小房子 有些时候度假房 因为这里附近有一座 然后座旁边的地方 所以大家喜欢度假在这里 来吧来吧 感受夏天的热情 走吧走吧 我们一起去旅行 去楼阔的草原 去高高的山顶 还有要不要 不要在我们国家的动物差距 就是 高车的速度 但是我得等到西波才有网络 因为没网络 我开始玩银币挑战 你在干嘛呀 那银币挑战 但是立不起来 乱得太大 再立一下 可以打 车上的银 车上的银 怎么可能有人在车上把银币立起来 怎么可能有人在车上把银币立起来 他们没去过中国 OK 坐在那边 所以靠车和旁边的运气 但是 楼子里有一个不良一个点 就是这里有一个结果 有不良 那还是中国动品 虽然我们这个桌子也不大 但是每个人都有 对啊 所以起码每个人都 所以比较不平 这里是火车上的洗手间 应该有艺术家做过这辆火车 因为所有想象在划着graffiti 这辆车开很不稳定 我都要摔倒了 我们国家火车有一个特别 就是欧洲最满的火车 然后能到52个小时的速度 真的是太满了 但是这个是我们最新最新最新的 然后是120公里一个小时 你觉得这算快吗 我感觉到很多时候达不到120公里 对啊 那就是 就是这样 我讲了 实际上这辆火车的速度应该是70公里一个小时 可是你睡得很小 我一直开着嘴巴 朋友们 那我们就到了我们的重点掌 那下一次见吧 不要忘记给我点个赞 拜拜